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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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新闻記者 詳新內容 港鐵沙中線普波灣站地盤 發現送完朝代文物為止之後 叫停工做考古 政府未能夠評估工程受影響程度 但承認叫如期在2018年通車 只是主觀預望 又说如果出现延误 每日损失以百万元计 沙中线土瓜环站地盘 去年年底发现宋代方井 不在铁路范围内可以原子保留 但上个月新发现的第二个宋代方井 年代房屋结构地基为止 和大量股物要如何处理 仍然未有定案 港铁在九龙城区业会上透露 新为止位于土瓜环站车站范围 是连接土瓜环站和码头围站的隧道的树井范围所在 这个范围的工程 已经因为考古要暂停到第三季 港铁承认铁路工程已经受到考古影响 但未知影响多大